你会别的 我肯定看见 在你做一个 你试试 就不不得了 你试试 我唯一试试 像小孩的 我觉得尝试就是一个小孩子 看的一本 一本童话书 但是还有很多在那种寒冷凤天下 那种人与人间的友谋 小朋友之间的亲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我当时在 在那个插播之后他们就跟着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 通过一种方式讲述一种真相 任其迫害 大家谁也不说话 他杀人放火了 那你是人吗 没法 没法 这个也不说话 当我画的时候呢 其实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缘的时候 我并不难 但是当我在体会 当时带回那种回忆的时候呢 我有一种很沉重的 被压抑的感觉 没法再往上看 没法再往又到我们身边 没法再往上看 没法再往对我们身边 都不是很沉重